各位我是葉兆熙 大家看到我一身的黑衣打扮 並不是大家所想 而是因為一會兒有一場表演 我想這次這條片 其實和我在這個頻道拍過的不同 我不是去講解某一樣的小提琴技巧 或者是一些我上課的時候的一些節錄 是比較隨意一點 我希望這一個新的這些片 我希望不只拍一條 可以比較隨意一點去講 我覺得關於跟拉樂團有關的事 我不知道在看這條片的你 到底有沒有拉過樂團 不論是業餘還是小學的樂團 還是中學的樂團 如果你有的話 請你在留言給我打個招呼 因為我想知道 我想看看 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 你拉樂團的事 或者有些什麼你覺得很有趣 或者很難忘的 我自己是六歲起 其實我未夠四歲就開始學小提琴 最初學小提琴的時候 都是因為我家裡是不懂音樂的 我爸爸是很喜歡音樂 但是因為他小時候沒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後來當我大概四歲的時候 他就看到在尖沙咀的街坊福利會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觀眾知道 這個街坊福利會 這個街坊福利會 其實就是在現在的柏麗大對面的 我不知道現在是否古蹟辦事處 在聖安德烈堂隔離 以前就破破爛爛 叫做街坊福利會 我在那裡上集體班 我其實都不太記得了 我隱約有這樣的情況 我記得以前久不久 就要去街坊福利會那裡 有些團體七八個這樣的表演 星期日的時候 我就是這樣開始學小提琴 我爸爸就很喜歡音樂 但是他就不懂 所以後來他就跟我一起上課 如果我沒有記錯 他好像是我們每人上45分鐘 我不記得可能是他先 就是我上課才然後到他這樣 然後回到家 他再跟我去溫習 那時候呢 我其實跟很多人都說 那時候是幾辛苦的 其實是我自己覺得幾淒涼 因為我爸爸當然是想我認真地學 學到識為止 他自己呢 就是對自己要求很高 所以他也都對我的要求 是一樣那麼高 那我還是家裡的大兒子 那時候家裡呢 現在舊家裡已經拆了 他的位置呢 就是在葉村對面那幾個堂樓 那時候在客廳那裡呢 是有一條那些浪三繩 因為我爸爸他以前呢 留學的時候 學生宿舍 那你知都是沒有什麼地方的 那他就 這個是他的習慣 但是他就會有一條浪三繩 在客廳那裡 所以 以前住那裡呢 我住那裡 都是有一條浪三繩 那 那 我很有印象就是 學小提琴的時候 如果大家知道 有學過小提琴 其實是很不自然的一件事 你的左手呢 要長時間維持著 維持著這樣的一個 就是托著那個琴 就算 當時我的琴子 是一個這麼小的十六分一也好 但是 其實不是那個琴的重量 我猜是那個姿勢 你這樣定住 那 其實這件事是很需要 時間去習慣的 那很自然呢 那個琴是會慢慢越整越低 但是其實我呢 很有印象 我那時候都是提自己 不可以低 不可以低 但是呢 以我爸爸的標準呢 都是 不夠 不夠水平 不像水平 那樣 所以呢 他就 我記得他其實都很生氣 那時候 都是 都不 那時候都年輕很多 所以都是 挺好火 那他找了 不知道那裡有一條繩 然後呢 將我的手綁住 然後呢 將一條繩 是掛在那裡 那裡 但是 雖然我那時候呢 我想我可能四歲 或者差不多 雖然我是 四歲的那一年紀 但是我也知道呢 是不應該把我的力 全聚下去 因為 我不知道那條浪三繩 我覺得那條浪三繩 應該不可以這樣聚 讓我聚一些重量 所以呢 逼著呢 我簡直是 動都不敢動 我都不記得了 就是 是不是每一次 在家裡練習的時候呢 我爸爸都這樣去 就是 綁住一條繩這樣 那這個其中之一 還有譬如 如果大家有看我一條片 是講 那個 就是換靶的 手型 我說 就是手指尾呢 是 不應該打開的 手掌不應該打開的 但是 又是 我們很自然拿起的時候 手掌 你應該會見到自己的手掌 這個是一個自然的 但是 拉小同學 就是要 去 改這些本來很自然的姿勢 而 將手這樣扭轉 那這一點呢 又是 我都不記得 學了 可能 四 看看 可能年紀 好幾次呢 就是 我爸爸還會 捉住我的手 這樣扭過來 幾大力的 其實 我覺得 他做到 是很突然 而 你知道小孩子 這麼突然的時候 肯定是會 就是 不知所措 是 我是 害怕到 我想 我可能也會哭 覺得好像 我自己也覺得 為什麼會做不到 那 那 又試過 跟小弟琴先生 他跟我說了 按鍵的時候 應該是找你的手指 最多肉的地方去按 就是 就是 找多肉的地方去按 那 他 為了令我記得 用哪一道去按呢 他拿了一支 斯德流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可能 和我差不多年紀 會知道我講的 什麼 是斯德流的原子筆 不知道為什麼 斯德流的原子筆 總是 那個 心是超粗 我想可能有 可能有 1mm 可能也有這麼粗 你知道我講哪些 我不記得是紅色還是藍色 不過這個不要緊 但是他抓住我的手 然後呢 在每一隻手指 頭那裡 是畫 畫 畫 我記得 被他畫完之後 我是很想哭 因為 你小朋友 沒有東西的 本來 忽然間 看到有四個 原子筆 印 是 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 那種感覺 是很想哭的 但是 就是 我覺得那一刻 我先生 都不是 在 很 可能我 很蠢 都不是在 好好心情之下 去做這一點 所以我的手指 也是 中了招 有四個圈 這樣 但是 以前 在家裡練琴的時候 我都不記得幾點 可能都不是很晚 但是 你知道以前 香港都不是那麼吵 所以感覺上 好像周圍沒有 令你的印象好像是 可能是 10點多 11點 但我想可能那時候 9點多 我就在那裡練 然後我 我忘記 我站在那裡 然後我爸就在我旁邊 一直在看 究竟我 那些 兇賢 或者那些很簡單 一兩行 那些歌仔 拉得對不對 他又會在我旁邊 我 那時候 後來 有兩個妹 那時候只有一個妹 最小的妹 就沒出生 我妹 和大妹 和我媽 就在房間裡 當然她聽到 我爸爸是怎樣去罵我 這裏怎麼做得不對 那裏手型的問題 那我都哭了 我想我差不多每一次 有我爸爸在我旁邊 和我一起練琴的時候 我都會哭 是哭到那個琴 有很多眼淚痕跡 很幸運 這個琴 到現在都還在 那些眼淚痕跡 都還在 後來 這個琴 有個別名 叫做淚琴 我還記得 我媽在那間房間 就在說 加油啊 加油啊 這樣 但是我 都哭了 但我聽到她的語氣 很輕鬆 加油啊 但是她都沒有出來看我 那一次 我覺得自己很苦 但是我現在想回頭 其實 可能這段時間 都不是過了很久 我猜我去到 可能 去到四歲幾 或者五歲 其實已經 開始明白 是什麼一回事 或者可能我先生 都覺得我多少 有些天分 後來我就沒有 集體班 在街坊福利會那裡學 那個時候 就上了她家 她家是在山林 我這位先生 叫做雲勇先生 其實都是很重要 因為她是我的體蒙先生 我為什麼會考入去演藝學院 那時候演藝學院 可能難入 但應該沒有現在這麼難入 但總之我就是六歲起 可能未夠六歲 就進去演藝學院 那時候 Junior以下 還有一個叫 Pre-Junior的program Pre-Junior的program 如果你問我 究竟小提琴是怎樣開始的 我覺得 在街坊福利會開始 但開始我學得快 或者是令我接觸到 Orchestra 或者是和其他人一起 拉的機會 而是有系統 就是進入了去演藝學院之後 我覺得其實是 如果我當初是 我不知道 如果我沒有這麼幸運 或者我沒有進入去演藝 那我現在應該 我都未必會響樂團 所以我其實 我經常都會 來不來 我都會 想回 我自己是究竟怎樣開始的 那時候演藝學院 其實是 是 我想比起現在 是沒有這麼難入 但是 是真的會篩走一些人的 有很多我的同學 我都覺得他們 彈琴 或者是 什麼樂器 那些都是 彈得很好的 但是 一年過了之後 那些同學 忽然間 那些同學就不見了 後來就知道 原來那些同學 是 是 不能夠再在學校了 我不知道意思是否 在學校 覺得他不夠好 或者沒有進步 或者怎樣 因為演藝學院 其實是 他不是 為了去普及音樂的 他其實是想 看看裡面 一些比較有天分的人 看看可不可以讓他們 將來 是 以音樂為事業 這樣去訓練 我想 就算去到現在 2019年 我相信 在香港來講 最有系統 去 教音樂的 最全面的 都是 演藝學院 我知道有很多 現在有很多學校 但是我覺得有這樣的環境 其實環境都很重要 如果 環境 風氣 是不在的話 是 是 另一回事 來的 那 就是 我就是這樣去 入了 演藝的 也就是 令我明白 和人一起 是 玩樂器 是 怎樣的一回事 那 不覺不覺呢 原來我這個 第一個 VLOG 不知道是不是應該叫做VLOG 錄了十五分鐘多 那 很多謝大家 收睇這一集 再說一次 如果 你在中學 或者小學 的時候 是 有 玩過樂團 請你在留言 告訴我 我很想聽一下 跟我一樣 試過 甚至不一定是樂團 或者是一些 ensemble 對你來講 ensemble 有些什麼 好玩 或者不太好玩的地方 我其實都很想聽一下 或者 尤其是和樂團有關的 到底 你進去樂團 是怎樣進去的呢 你覺得樂團 有些什麼特別的地方 或者有什麼 是很過癮 或者是 你曾經很喜歡 但是現在因為 做事的關係 所以就丟下了 但其實想起 都很開心 會不會是這樣呢 我不知道 希望 在那個留言 那裡 看到你的 看到你的 你分享的故事 其實 這段影片 是沒有什麼 一個特別的主題 沒有什麼去解答 但是我想 我想告訴大家 究竟我是 葉兆熙 究竟背景是怎樣 是怎樣來呢 到底我的看法 我在Orgustra 在Orgustra裡面 我覺得 有些事情 應該這樣做 這樣拉 到底那些事情 怎樣來呢 我不知道大家 會不會有興趣想知道 如果有的話 可以繼續 留意 這一條 我還沒想到 主題 叫做什麼 沒有名字 如果你想到 有什麼名字 可以用 也請你在留言 告訴我 我想講講講講講 都可以拍幾條 我不知道 我也有一個 有一個 叫做 Podcast 但是Podcast 已經有一年 沒動過 為什麼呢 因為自從我 做了一個 Facebook Page 還有 做了YouTube Channel 之後 那個人就好像 被 懶了 或者我沒有再 去做這件事 但我不知道 會不會 Vlog這件事 是可以 是 配合回 其實我在 Podcast 那裡 又是比較隨意 沒有這麼 講那麼多 教學的事情 比較多 我對 古典音樂 或者對樂權 的一些看法 這次的Vlog 風格 有點像 那個 Podcast 那今晚 第九場 的演出 第九場演出 你問我悶不悶呢 我不會悶 我真的 不會悶 我知道 有時候 我自己 在某些情況 會 要集中精神 因為我們 即是 下午一場 有時候 下午 集中力 是更加難的 但是 你問我 會不會悶呢 我不會 我到現在這一刻 即是 我仍然是 提自己 即使 是一些 伴奏的樂段 伴奏的音 我仍然要 給它 Phrasing 我仍然要 拉到它靚聲 我覺得 如果 如果你能夠 在 伴奏的樂段 你也是 拉得有心機 這種心機 才是真的有心機 即不應該是 你拉 旋律的時候有心機 拉伴奏的時候 隨便 雙手完全沒有 rebrato 定的 我是 即到現在 我仍然是 這樣提醒自己 所以 如果大家有看 2019年的 Swan Lake 可以 和我打個招呼 在留言 或者 如果有機會 大家在 文化中心 或者是 在 中環的 City Hall 看 樂團的演出 請 在後台那裡 和我打個招呼 我會很樂意 去和你們聊天 或者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截著我 非常歡迎